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一样是在新竹的香山区 距离上次我们去的赏蟹大道 相聚的车程也只要10分钟 这个地方叫做青青草原 有非常适合亲子一起同乐的溜滑蹄 青青草原的入口处呢 一样有一整排的免费停车格 可以提供大家来停车啦 就像这样一样的一样的车格 就像这样的车格 我们开心的车格 這邊有小朋友的 我不是小朋友 要超過110公分跳的溜滑堤 下面還有一個溜滑堤 也是110公分 小朋友的天堂 完全就是小孩天堂 沒有小孩好去吃 100cc 比他比較高 這還可以下去的 有廁所 這裡就是 星星大草原 太厲害了 我可以吃到 這個 小孩 你先吃到 小孩 有 有 有 青青草原 青草原 青蛙 青蛙 它是青蛙 去哪了? 在这 好可爱哦 但是有点恐怖的人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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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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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原來有松鼠 先不知道是不是等到 我已經走了快半個小時了 我的天 我的天 差不多了 再來為什麼你要 當然是秩序腳樓 自然生態 看看這艱辛的路程 我已經快炸掉了 我的天啊 媽咪啊 好 走了三十分鐘後 第二生態水池 五百五十 世界煎熬 世界的力 繼續走 終於到警官生態池囉 開上去一二九十 又硬撒大道 看這個路途 就是 很有時間的時候 再來會比較靠靠 FATALITY 到了第二景觀生態池 就長這樣 很比 其實 是差 不同 打算要從這裡 下山 太遠了 但先下去要 1290公尺 太遠了 可能要 有帶水 穿布鞋 好好的 來爬會比較好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分享 加按讚 囉